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律师 其实之前两集有说到做围捕 我也想起我的围捕不太更新 之前就更新了 但是我突然想一下 我现在五十多岁 我们两个没有小孩和老公 我有点担心 如果我先走一步 或者我老公先走一步 而我到时可能已经不太照顾自己 怎么办 这个绝对是我们很多客户经常关心的问题 如果自己年纪漸大 累积了若干财富 当然不想把辛辛苦苦凝聚回来的成果 被人欺骗 是的 我见过电话骗很害怕 而且听说那个很出名的2亿5亿 你想想 那个人 2亿5亿被人欺骗 证明那个人之前申前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他有多厉害去理财 为什么老都被人欺骗 所以有什么方法 绝对是我们很关心的议题 是的 无论我们年轻的时候 如何证明能干 累积庞大的财富 但是去到年纪大 机器坏 甚至可能我们有一些叫认知障碍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原来香港年满70岁 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有认知障碍 是的 我有个好朋友 他妈妈也是这样 而且好像完全忘记了 所以我也希望知道 可否跟观众分享一下 究竟今次我们的题目 如何可以保护自己 老了不会被人欺骗 没错 我想很多朋友 一样很关心的一个议题 如果年纪大了 甚至乎最近很多街头骗案 电话骗案 电话都可以这么厉害 甚至乎给大家一些资料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 甚至乎有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家 城中有些人叫他富婆 肯定富婆 可能收到电话 他自称是内地执法机关的人士 我都收过电话 这些真的很夸张 是的 粗流你普通话 就跟你说 可能你是怀疑你牵涉到刑事案例 所以要求你给足够款项 无论是帮自己属身 又或者是可能给一些钱作为佛金 所以长者因为他的年纪 收到这些电话 冷不提防原来是一个骗案 将陆生的财富 可能被骗徒握了 如果作为他有家人 其实家人要如何留意到 可以减低这些风险 又或者好像听说 都是个工人醒目 好像觉得真的不够 才跟他的女儿说 没错 当然如果有后代长者 其中一些做法 当然是透过后代 关心留意多长者 好像我这样没有呢 我们没有那怎么办 有时候银行职员都很聪明 如果我们去金融机构提款 突然间给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士 或者团体 有时候银行职员都会问 这批款项你打算转账去哪里 但始终透过第三方去提醒自己 甚至有时候自己可能也确认 这个是我想转账给他的 因为某些私人的原因 甚至乎有时候银行职员 或者单靠后代身边的人 去做这件事 做一个提点一下自己 有时候现实也困难 如果是这样怎么处理 因为平时甚至有些人 刚才说被人欺骗 甚至有些人移民潮 子女不管父母 虽然我没有小孩 有没有小孩 有小孩就担心小孩到时不照顾你 没有小孩就担心 没有小孩照顾你 其实结果也是一样的 你觉得对 其实香港的法例 和某些地方的法例是不同的 香港的法例是特别一点的 只是要求父母 对于一些未成年的子女 是要尽过公养责任 甚至乎不可以 毒留她在家里 如果不是 我们有些传媒 就叫做毒留儿童在家 法律上 就叫做对所看管的儿童 不可以虐待或疏忽 看此香港的法例 本来只是要求父母 对未成年的子女 是有照顾责任 但是有没有要求过子女一定要供养父母 要求子女要尽照顾责任 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刚才Rebecca说得对 最近移民潮 甚至乎很多人放下父母在香港 甚至乎父母想着 可能要拿一些公共资源 拿纵援社会福利 甚至乎要签一些 我们俗语 很多朋友所说的 就叫做衰仔子 即是说子女确认是不养自己 从而去赚取一些社会福利 即是政府的利益 是的 所以无论以上是什么情况也好 原来不再养长者 可以真的产生很多问题 是的 为什么呢 我想正如大家都能够理解 年纪有差不多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又担心没有人养自己 又担心我们就叫做 即是养老的费用可能很高昂 特别是香港地 是的 因为我都听到 刚刚苏律师说完 她妈妈最近跌倒了 入医院 幸好她妈妈很懂得生 生了一个医生一个律师 超级孝顺 处理了手术的东西 但是之后再进一步 要找人照顾 我想其实家里真的不容易 又要做康复的 那些老人家 其实真的要找一个 很好的很正的养老院 特别护理给她 24小时 听说还要爆了 而且不便宜 请问苏律师是多少钱 是的 考信我绝对不敢当 但是你问我 你看她说多少钱 明白她有多孝顺 因为我们有很多高龄客户 都是这样的 她有时在想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住 有外籍工人照顾 但是外籍工人 晚上都会休息 星期日都会放假 甚至乎她始终不是医护人员 有时照顾上的需要 可能她动策不到 某些身体的状况 所以譬如我妈妈最近跌倒了 我们打算送她去一个 比较专注照顾她 有医护设备 24小时的服务 但是良好的服务 换来是一个不小的代价 如果举个例子 单人房和商人房的服务 接近港币五万元一个月 单人房还是商人房 如果是商人房 接近四万元一个月 如果是单人房 多一点 接近五万元一个月 如果我和老公两夫妻去住 都要付百万元 对啊 如果是商人房 我要努力点 再找多些钱 将来要做好一些准备 令到我们将来不用担心 除了有时 找一个好的老人员 都要有人懂得帮我们找数 和肯定照顾我们是好的 没错 照顾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有时候幻想一下 我自己年纪很大了 年时已高七八十八九十岁 不只是照顾我们需要这方面的服务 都要有人在银行户口 帮我给适当的开支 要信得过 因为拿了我的钱 不理我 不单止每个月的医疗费用 甚至乎如果有重大的医疗开支 一次性的一些手术费用 都要有个人帮我签名 帮我决定这笔钱 有没有挪用 还有要给一个适当的照顾方 起码他都要帮我选择一间 不错的好的医疗集团 又或者是养老中心 这些所谓超越了照顾需要 也牵涉到财务的部分 你想想一下 刚才你那些一定是很厉害的 二十四小时都要四五万 但一般现在听到老人员 都要一两万是狠狠的 所以这些钱除了他们需要 透过他们年轻时累积之外 怎样给人帮我们付的费用 还有那间店有没有欺负我们 你知道听说很多老人员有些不好 哇很差的 没有跟他抹心 然后删到那些床仓 也有的 没错 所以站在一个法律角度来说 其实照顾这些情况 我们是有些法律工具的 很多朋友可能都没听过 这也是我们今集 很想带给每一位的主题 原来我们经常说 人是有几种情况 最少三个阶段 第一种情况 第一个阶段 就是生欧欧的阶段 即是我 Rebecca 这么多位朋友 现在看我们的节目 生欧欧的阶段 生欧欧的阶段 就算我的人回不了香港 因为疫情 又或者就算我去不了金融机构 签不了银行 因为我现在在境外 一样可以 建立一些被授权的制度 无论银行有被授权的 offright signer 甚至乎可以找律师 签证一些授权书 本来可以帮我逐租 动到银行户口的钱 不过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这些我们叫一般授权书 或者一般的银行授权签署 原来全部都只是照顾第一阶段 但是人还有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什么呢 就是生而不勾勾的阶段 什么叫生而不勾勾的阶段 著名的高坤教授 列根总统 有时候我们人在病床 钱在银行 陈世间的唏嘘莫过于此 真的惨了 钱都在这儿 但是不能动 怎么处理 如果真正正我又未新雇 因为很多朋友都说 咦 我写了围捕 围捕先死 甚至乎我们有一些人寿的保单 那些全部都是照顾第三阶段 八零归老之后 但是八零归老之后 全部都已经新雇了之后 最重要是照顾其他人 因为这是财产的分配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第二阶段 我上在山 我也想用自己的钱 照顾自己 怎么算好呢 原来法律上面有一种工具 叫做持久授权书 什么是持久授权书 不如我们现在介绍一下 给各位朋友听 好吗 原来香港有一条法例 叫做持久授权书的条例 里面就是说 如果当我们想照顾一些 我们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 举个例子 无论是有些朋友因为中风 认知障碍 甚至乎遇到一些交通事故 又或者搭航班出现了一些问题 砍清路等等 他上在山 所以他平安寺 人寿的保单 没用的 没用了 但是所有钱 也都在自己的银行户口 如果他当初 有设立了持久授权书 他甚至乎可以指定一个独特的人士 一般来说 包括可能是家人 又或者信得过的人 他在那段时间 失去了民事行为能力 是可以用自己的钱 来照顾自己 所以你说这种做法 这种工具 其实相当独特 但也极之重要 我们不是说财产分配 而是他人 可以在自己最需要的时间 用自己的钱照顾自己 避免一些deadlock的情况 我觉得这种很重要 以前是觉得平安寺重要 平安寺当然重要 因为死了之后 你都想你的东西 是可以很分配 当然上次有说过 也有其他的问题 但是这种东西 真的能照顾到 譬如我朋友的妈妈 其实都已经不太精灵 也不知道自己的伴侣 什么时候不在 或者什么时候出街 去过哪个地方 都不记得了 到时他又不懂得去银行 拿钱 或者他根换都不知道 如何照顾自己 这个就可以搞定了 是啊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财富全程策划 不单只要做 Rebecca 还要做得早 做得及事 如果当初他设定好 持久授权书的话 其实这些情况绝对可以避免 哦 是不是要想定有一个人 你可以委托 如果有什么就靠他签 没错 一个又可以 如果一个的话 会不会风险比较高一点 有些朋友会委任两个 两个就行MARBIT制度 什么叫MARBIT 两个共同同意 这样就不会有道德风险 那如果其他人不在呢 是啊 所以反过来 有些朋友就说 我有两个后代 两个都经常出旅行 要他们六神合体 看回香港是困难的 是啊 那我们两个当中 任何一个都可以执行到 那这个叫MARBIT 那这个是没错 我们就叫做MARBIT制度 但MARBIT都还有两个 任何一个去处理也可以 两个共同也可以 有些像银行签署的释样 是啊 其实不单只是操作到银行 有时候我们香港很多朋友 都喜欢砖头 都喜欢物业 如果你说 哇 如果我真正正有些租金 因为我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时间 续不到租 签不到租 连租金都损失了 当然最担心就是 如果有些长者 长年收不到租金 签不到租药 那是被人租霸 逆权侵占了 哇 这个真的不可看少 这个是多重要 因为听说逆权侵占12年 他就可以霸了家屋 相当有认知 Rebecca 应该也是有庞大资争的人士 不是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93年之前 如果霸一个私人土地 逆权侵占以前要霸20年 现在93年后收定了新例 我们一个单位 如果业主没有处理 被非法佔用者逆权霸佔 原来只需要霸12年 可能业权也丧失了 很快 一个小朋友住到中一 可能就已经12年了 会不会有人知道那间屋 长期没有人住那些 可能是海外持有者 他自己进去 整整整整整 又如何证明他12年 他要用地址 用了自己的名字 有很多人 他会将物业 拍下照 又或者是他有水电煤叉响单 证明我自己已经在里面 居住了超过12年 甚至乎可能是邻居 大厦管理处 证明自己真真正正在里面 是不是住够12年 所以你说 哇 这个情况也挺严重 是的 香港 地小 都已经逆权侵占这么严重 我们有时候有些客户 他喜欢在大湾区 有一间组屋 置业 甚至乎最近很多朋友说 买一个海外房地产 原来在内地有物业 又或者在海外房地产 这些逆权侵占的可能性 风险更加高 一旦遇到上一代的朋友 他没有了文字行为能力 但是租金收入 也是收不到 逐不到租 你说在内地 在境外 被人非法霸占的情况 当然更加高 香港 后人还可以久不久 上去看看 有没有人霸占自己的单位 你说如果在内地 在海外周不时都不会有这样的行程 非去帮上一代巡查物业 所以如果没有持狡授权书 真的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真空的情况 如果是这样的话 持狡授权书 也真的有很多优点 是啊 没错 可能很多朋友 听我们这样说 原来在自己没有文字行为能力的时间 可以委任一个信得过的人 甚至乎两个 甚至乎机构也可以 因为有时候有些朋友 他们小朋友 可能他们智力 未必是正常的水平 父母有时候在想 如果我小朋友 无论他去到多少岁 始终智力 都未必是正常的水平 我八年归老了之后 那怎么办 八年归老了之后 固然可能我们考虑用信托这种工具 但是我自己去到九十岁 震腾腾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但我小朋友五六十岁也好 一样照顾不了自己 谁可以用我自己的钱 来解决当时的需要 持狗授权书 绝对可以避免这些情况 而最重要的是什么 持狗授权书的成本 相对来说很便宜 我们在说法律上的要求 持狗授权书要一位执业律师 以及一位注册医生 上面共同见证 但是一般来说的成本 可能都是两万港元左右 那已经包了医生的费用 是的 包了医生的费用 包了法律起草的费用 都是两万多港元的成本 一次性 但是如果没有了持狗授权书这种工具 这个法律真空阶段 我们要跟高等法院 拿个监护权 又或者后代有些争议 之后的钱更厉害 打官司 我想以十倍以上 十级以上 哇 那其实呢 会不会呢 现在说真的 持狗授权书 这件事 其实是保自己 等于买个保险 其实真的很重要 那多不多 两夫妻一起去做 多啊 我自己在中文大学医学院 也是专门教这个领域 所以你说有些朋友 他除了持狗授权书之外 他也是有一些叫做 预设医疗指示 是 那是怎样呢 持狗授权书 就处理金钱上面 财务上面的权益 预设医疗指示 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了文士行为能力 又或者是一些严重的事故 比如中了风 变成了植物人 那究竟是否继续接受治疗呢 因为我们有时候 在医学院里面 都看到有些后人很奥路 不去继续照顾 自己良心又过不了关 继续照顾 其实这也不是医护人员的决定 也不是当事人的决定 变成后人会处理了不同子女 甚至乎有一些矛盾位在 那会否自己趁我现在有文士行为能力 我可以在持狗授权书说 以后要急救抢救我就不要了 是否可以写在里面 如果是和医疗相关的指示 我们就在预设医疗指示 如果是和财务有关的 无论是银行户口的钱是怎么处理 公司的股权 因为很多都是企业家 是老板 公司的股权 我的董事局怎么办 又或者这段时间 谁可以代表我去行事 因为很多人都是用公司去持有物业 公司持有业务 可以放在持狗授权书里面 除了物业、银行户口的钱也很重要 也可以找一些急需的医疗开支 请工人姐姐照顾自己 以上财务上的就放在持狗授权书 如果有些医疗上的决定 也有这个服务 不过公立医院当然是一些 template 一些良本 未必那么贴身 但可以预先做的 绝对是要的 不单止可以 去到那一刻 你都不懂得选择 就做不到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正常的时间 健康的时间去做 就可以了 当然你说持狗授权书 是不是只要成年就可以 理论上来说 除了委托人 持狗授权书的委托当时人 他要有文事行为能力 成年之外 原来你受托谁 谁去执行指示 法律上来说 也有少少要求 当然 他也要是一个成年人 是 他也要是一个 有文事行为能力的人 如果他本身自己的认知障碍 就不适合了 所以两夫妻 比较少是会互相授权 因为两夫妻 可能他年纪差不多 甚至乎一起出去活动 一起搭机器 所以大部分两夫妻 找律师去做 可能他都会授权后人 或者很信得过的专业团体 当然 如果授权一些 我们叫信得过的人 无论是后代也好 其他人也好 他也要是当时没有破过产 能够有效地管理到一些资产 这些也是一些我们叫做 受托人的法律上的条件 如果说 刚才说的 你有信得过人 譬如我和老公 我们都年纪大了 如果我们有能力 是否设计一个养老信托也好 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当然可以 首先Rebecca 你绝对不是年纪大 如果你真的为将来筹谋 为将来打算 我们持久授权书之外 还有一种工具 我们有一集会专题探讨 但你说养老信托的基本概念是什么 我又想有人照顾自己 但是我去到年纪已高 年时已高的时间 我又自己做不到决定 做不到决定的同时 我除了需要有人去帮我去做决定 也最重要 有人可以处理到我的资产 可以帮我添生钱 找我的医疗开支 甚至乎承计给后人 那怎样可以用自己的资产 神祖照顾自己 这个很多朋友会设立 不过我们叫做养老信托 我在年轻有行为能力的时间 设定了养老信托 当一些触法条件发生了 举个例子 如果我已经年纪75岁 又或者我已经去到那一刻 因为认知障碍 做不到任何决定 有注册西医 确认了我真的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这个养老信托正式可以启动 我会授权一间信托公司 银行或者一个信得过的信托人 包括律师 他就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 帮我去做决定 帮我拿我的钱 来执行我的指示 例如举个例子 原来我要住养老院 每个月要五万元 但我自己都振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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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抗 哪个人每个月会帮我找养老院的医疗开支 信托人帮我做的 我给我的儿子、孙子、阿塞 每个月给他们三万元利是 信托人继续可以帮我 照顾我的后代 我每个月会请两个工人姐姐 会帮我照顾我 起居饮食和出出入入 信托人继续可以帮我给他们的薪金 导致有人照顾自己 最后租药 本来我有物业收租 但我自己七八十岁收不到租 签不到租药 连有多少物业可能我自己都忘记了 信托人放在信托内的资产 全部可以帮我操作 甚至乎有部分朋友 会选择将一些燕疏保险 放在养老信托内 所以信托甚至乎可以操作到 保单里面的款项 可以拿出来 有些保险赔偿claim 或者他以前是分红 拿钱出来也挺好的 是啊 甚至乎可以设定条件 如果某一些触法条件发生了 某一个岁数发生了 某一个身体状况发生了 甚至乎信托人 会执行一些额外的指示 一样可以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养老信托真的很棒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想 平时始终比较懂得理财的人我 我老公比较运动型 所以他对这些东西 不是很留意 我经常在想 每天有一天我早离开 他怎样去照顾我留给他的东西呢 所以我经常在想 设定一个养老信托是需要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适当一个离开 也有个人代表我们 就是我们最精灵的时间 就设定了一些东西 将来有个信得的人 专业人士 可以帮我们执行 我们将来面对的东西 我觉得很重要 是啊 这个绝对可以避免很多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甚至乎我们有时候 可以照顾自己的道德风险 什么叫照顾自己的道德风险 有时候可能去年纪比较大 有时候很容易耳朵圆 如果身边我们很担心 会不会有一些邻居 有一些子孙后代 有时候他可能甜言蜜语 有一些不正确的投资决定 但那一刻已经不再是英明的我了 已经是因为年纪 身体状况 有时候可能做错决定 担心自己 所以如果我早上把自己的资产 放入一个养老信托 只是特定的条件 才可以拿出来照顾自己 身体的需要 又或者日常的需要 甚至可以防止 有些朋友就说 我的儿子有些不良嗜好 很喜欢赌钱 有时候我年纪大 我担心自己耳朵圆 如果他有任何债务的时间 他要求我帮他还债 又或者他说有些好的投资方案 叫我去支持他 有时候我签了某些文件 我都很担心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这类型的道德风险 都经我手去签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避免自己的道德风险 所以你说养老信托 某程度上都帮得到 就是等于自己给自己的养老保险 尤其是人的资产很多 你不要全部都想像你年轻的时候 很精灵地去处理 或者如何照顾他的投资 但你怎样都要留一段 放在这里 万有什么事 也有这个照顾你 所以真的很厉害 所以你问我 很多客户经常都会问 蘇律师 你说信托这一件事 养老这一件事 是不是只是有钱人的专利 我很喜欢用这句说话 Everyone should have a trust 有钱人用的工具 就不代表是有钱人的专利 只不过是一些高值的客户 他知道 因为他们有良好的 一些专业人士去帮他 他懂得知道 原来是一种信托工具 有一种养老信托工具 原来这是一个宝藏 好东西 所以他们会使用 他们会使用 就不代表只是他们才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无论资产值会是多少 始终自己都担心年纪大 又担心自己的独特风险 又担心自己年纪大 因为物业 租金收入不到 公司股权出现问题 甚至乎拿不到自己银行户口的钱 照顾自己的需要 养老信托如果设计得好 绝对可以隔离这方面的风险 是的 其实苏律师 我在想很多时候 以前的人都觉得 物业不是不好 但物业真的不够灵活 而且他不会立即急用现金 有时有些人拿着很多物业 为什么不套现一两个物业 然后把它放在保单里面 然后把保单放到信台 因为保单需要长时间增值 反正保单又不需要照他的投资 每间保单公司 应该都会按照他当时的计划 所预期的红利 他会派出来 如果把保单放到信托 其实已经很简单 设计了一个让路信托 对吧 Rebecca 又要马而好 又要马而不弃走 因为我们承立信托 始终会有些营允费用 多好少好因人而异 因为信托的复杂程度而不同 但是如果将不现金 我们首先放到保单里面 这方面信托的营允费用 甚至可以透过保单 驾驭到 所以又能够做到一些信托功能 也可以折省到 甚至可以免除到信托的营允开支 这种做法也是相当聪明的做法 我想未来我们未来的节目 我们可以再跟很多观众谈谈 究竟信托是否有钱人的专利 你也知道有些人听过银行 收过家族信托的费用 真是肥子 其实反过来 你有自己个人的家族信托 送一些那么专业 那么有心 的律师 去帮助 舍出一个信托 其实这个费用很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